前段时间我们知道 由于RTX4080 12GB版本的性能 有些配不上其4080的名号 所以在舆论的洪流下 NVIDIA果断取消了该产品 毕竟从规格上来看 各位玩家都觉得 它就是个RTX4070嘛 除此之外 跟它相前的RTX4050也是迎来了新消息 并且RTX4090也首次出现在了移动它的行列之中 那么这些动作都意味着NVIDIA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呢 今天给强求来和大家好好捞一捞 首先来说说这个RTX4080 12GB被取消的事情 作为RTX4090一同发布的407显卡 其拥有7680个库大核心 配备了12GB GDDR6X显存 显存位宽为192bit 整卡功耗285W 单独来看 其实这款产品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错就错在 它被命名为了RTX4080 12GB 对比老大哥RTX4090 不仅核心规格少了一倍 同时性能表现上也是大打折扣 官方数据直接是差了1到2倍 而回顾以往的80和90系显卡 性能差距也不过10%到20% 所以RTX4080 12GB版本的失败 就是曹操败走花龙道 不出所料 但如果它被命名为了RTX4070的话 那就完全不同了 规定YouTuber摩尔定律伊斯的爆料 它号称已经拿到了RTX4070的实物图 但为了保护其线人 所以专门找了一位设计师 拟了一份RTX4070的渲染图 整体来看 其将采用尺寸更大的双风扇设计 用以更加强烈的散热效果和低噪音表现 但基本的外观和材质 大体会和公版的RTX4090类似 当然除了RTX4070外 最近露面的RTX4050相信才是众多甜蜜级玩家想要看的 在菲律宾的一场新品发布会上 影驰介绍了旗下多款40系新品 而其中就混入了一个RTX4050的包装 乍一看 这几乎和RTX4080一模一样 即使是为了省下设计费 这4050的盒子也未免太大了些吧 我严重怀疑这是在整活炒作 真的与此Reddit论坛的网友却是笑称道 曝光前是RTX4050 曝光后就变成了RTX4030了 等到实际到手就变成了RTX4010 甚至还有人玩梗说 RTX4050其实就是RTX4080失散多年的4G比版本 那属实是有点绷不住啊 不过玩笑归玩笑 只有RTX4050能像此前爆料的那样 性能能够超过RTX3060就算是可喜可贺了 除了著名的显卡外 游戏本玩家也是有新货可以看 目前根据WCCF Tech报道的一份 市场命名协论图来看 除了常规计划的RTX4080Ti 4070 4060Ti以及4060外 旗舰型号的RTX4090也已是正式加入到了游戏本行列之中 这也算是NVIDIA首次将旗舰机型号下放到移动单平台了 看来以后的40系笔记本功耗 呃性能增长也是没跑了 但目前有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RTX4090新型的12V HPWR连接器 在受到严重弯曲和超过40次的拔插后 有概率会出现融化着火的现象 所以目前正在使用RTX4090显卡的用户千万要注意啊 当然嘛也希望NVIDIA和各大非公厂商 能够尽快推出解决方案 排除类似的隐患 看来这顶级显卡也不是那么容易用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是用更新视频的知识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